大家好,我是长荣大学翻译系陈老师 今天来跟各位谈谈原住民文化 原住民如何庆祝丰收呢? 布农族的Pasibubu 祈祷小米丰收歌,用歌声来庆祝丰收 他们喜欢大家一起唱歌 独特的群体式的合唱 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多音性音乐 Polyphony 这是布农族非常出名的八部合音 曾经盛产白色蝴蝶兰的兰语 上面居住了达雾族 我们就来看看达雾族的文化吧 达雾族的生活几乎是围绕着飞鱼 一年分成准备抓飞鱼的季节 抓飞鱼的季节 以及不能抓飞鱼的季节 达雾族的季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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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达雾族勇士们辛苦的出海捕鱼回来 那妇女们如何慰绕这些劳苦功高的勇士们呢 是的 跳舞 原住民所居住的山林不适合种到 但却很适合种小米 小米因此成为他们主要的农作物之一 而小米祭典就是为了感谢丰收所举办的庆祝活动 原住民族当然还有更多的精彩文化 比如说这是赛下族的工作坊 可以看到他们进站的竹编的记忆 而他们也善于就地取材 利用当地所盛产的竹子 草料 木材 石板 石块 来兴建各式各样的家屋 聚会所 各位现在看到的就是 九族文化村里面展示的原住民的竹宅 这是利用竹子以及桥手所做出来的水道 而这是排湾族非常有名的石板屋 接下来所陈列的石雕作品展现了原住民不同的生活样貌 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射箭 OK Ready 1 2 3 哇 果然是很高 射到飞鸟 现代人结婚要准备聘金 原住民要准备什么呢 请大家往下看 很快的帮各位复习一下原住民的精彩文化 他们的鼻笛 还有布农族的巴布和音 还有来自大物族的头发舞或摔发舞 庆祝丰收 好 这是台湾的黑熊 另外还有他们的织布文化 感谢这次跟我们一起同有九族文化村的 四个准CJC YouTube Guide 谢谢大家 拜拜